哇 晨练太极拳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 网友们好 亲人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小松这还是第一次看 这个在印尼还有人打太极拳 而且都是很长辈了 你看这个叔叔阿姨们 大姨大妈们 好了 今天小松早上准备买一点早点 看到这边有人练太极拳分享一下 你看 这家厉害了 哎呦 拼收能力可以哈 这应该是师傅 这应该是师傅 这边大哥也是啊 厉害 这大姨大妈都得上岁数了啊 有七十岁 七十多岁 你看这位 哎 住在轮椅上也打一打 身体好 这个老年人的生活啊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还能看到太极拳啊 这边打太极拳呢 小松这边呢 就买早点啊 你看这个早点餐 叫 哪四五辣啊 土豆啊 还有这种小鲜鱼 鸡蛋 你不想带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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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还有啊 你不想带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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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把这招牌弄好一点 让小松拍得清楚一点啊 可以在里边拍啊 里边更清楚 你看 什么东西都有啊 在印尼呢 一般这个早点啊 或者是午饭啊 必须得有米饭啊 然后米饭搭配一些 其他的 你看 非常丰富啊 这就一盒 你看一盒 哇 哇 满大 满大 厉害啊 你看 里边 有 有这个米粉 嗯 有米粉 哦 煎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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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得没有啊 不得 不得 没有 你看大哥还会说中文啊 你看 米粉 啊 然后呢 这可以选啊 有这种 咸鱿鱼的啊 这种小鱿鱼 还有这种咸鱼 这种熏鱼吧 啊 搭配一些其他的 就是小咸鱼 啊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腌 腊牛肉 啊 腊牛肉 鸡蛋就 必配啊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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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这一份 非常丰富啊 这是早餐啊 印尼的早餐啊 很多种啊 他还有一种这种香叶啊 就这种香叶啊 香叶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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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香啊 好的就是辣椒酱啊 嗯 嗯 这个一份 还有虾饼 大哥常常来吗 大哥 司令大当 司令大当 常常来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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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你看 多漂亮 点点 点点 哦 牛肉 这种牛肉啊 好了 这就一份啊 啊 啊 早上有的时候人 人特别多在这儿啊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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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加他这个汤啊 用这个汤啊 来 哇 早上晨练的人 哈哈 哇 美女跑步啊 美女跑步 啊 这个 叔叔 太极 还有 早点步 啊 啊 这就是小松每天的生活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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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也是周六啊 啊 早上起来啊 看到这个 大爷大妈在这边打这个台积拳啊 吸引了小松啊 啊 好了 买完早点咱们就回去了 啊 印尼小松在雅加达 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简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